我就借一下女生吧 我们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听了老师这么多 请关门 好了 当跟男友吵架的时候 我的建议非常简单 两个人就事论事 大吵一架 这件事情不吵清楚 绝不放手 但是有一点 千万不要让男人 猜你的心思 让男人猜心思 就会越猜问题越多 大家可能会问了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白了 那还有味道吗 其实爱情有的时候 是需要猜 但是你恰恰碰到 一个云木疙瘩的时候 你让他猜的又是什么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那对未婚的小情侣 他们怎么选择 来 请开门 这个电视台 我把它给看见 如果我们给我们 名字的 notification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 请不吝点赞 我们跟我们的 小情侣 我会认识 你也要不要 好 请 小情侣 有请 来 一起见证他们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这首天使 为我们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来来来 就是祝你们快乐 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 好吧 谢谢两妹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我需要别的愿望 要不是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默